凯特庆祝结婚13周年 黑白结婚照信息量大 人在何处成最高级密 13年前威廉和凯特打婚 地点选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为我们上演了童话里的场景 本来以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如今凯特下落不明 为英国王室蒙上一层阴影 众所周知凯特已经消失了四个月 各种重要的公务都没有出境 变得神秘莫测起来 这次结婚13周年 王室取消了一切官方庆祝活动 反而只发布了一张黑白结婚照 2011年4月威廉迎娶凯特 十多亿人观看了这场世纪婚礼 简直可以用万人空相来形容 当年的浪漫场景还历历在目 然而现在凯特却因病一直缺席活动 就连结婚纪念日本尊也没有现身 英国王室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三位核心成员患癌 直接影响到王室的正常运转 凯特目前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祈求大家多给一点私人空间 也不想占据太多的公共资源 根据外媒爆料 这张黑白结婚照的摄影师 是于果国恩南投 拍摄于婚礼当天 并且从未公开过 不知道是不是文化的差异 我国的网友看过这张照片 都觉得色彩很怪异 甚至还有种不吉利的感觉 凯特王妃之前发布视频 承认这段时间自己过得很难 并且肯定了威廉的支持和付出 英国王室虽然说的笔畅的好听 但是一天不让凯特本尊亮相 大家肯定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 王室出尔反尔的态度 引发了王室粉丝的反感 跟民众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王室之前说复活节就会复工 如今假期早就结束了 凯特依旧生死未卜 本尊至今都处于隐身的状态 这段时间王室里的纪念日很痛 但是凯特就是不出现 导致阴谋论再次反滥 为了尽量降低热度 英国王室取消了很多庆典 只发一张照片就想糊弄大众 本周威廉王子已经恢复公务 来到英国北部的EarthShot Prize公司 代替凯特出席揭幕仪式 当被问及凯特情况的时候 威廉王子代表妻子道歉 并且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照顾他 现在凯特王妃生死不明 十三年前却风光无限 形成了羡慕的队伍 当年凯特身穿亚历山大麦昆的婚纱 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 宛如童话里走出来的公主 十三年的婚姻生活 真不知道给凯特带来了什么 不光断牙式的衰老 并且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更让凯特气愤的一点是 外媒还踢爆了威廉和罗斯的婚外情 直接威胁到自己正宫的位置 这段婚姻唯一的收获 就是生育了威尔士三宝 已经成为凯特的精神之主 根据外媒爆料 凯特在接受腹部手术期间 一度处于昏迷的状态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三个萌娃 如今凯特迎来十三周年结婚纪念日 但是却发布了一张黑白照片 又诡异又不吉利 我们还是希望只是文化差异 或者只是王室的无心之举 凯特发布完真假难辨的辟谣视频后 本尊再次消失 几乎到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状态